我说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西瓜 不是在四川 也不是在新疆 而是在伊拉克 你们敢信吗 事情这么回事 我这次在中东不待了好几个月了吗 那家天天吃烤肉是征受不了啊 于是我决定今天去找点水果润一润 哇 这瓜怎么长这样 这个西瓜的品种好奇怪啊 它上面有那个条纹 好奇怪的品种 巴格达大街上最多的水果 并不是香蕉 苹果 橙子 而是西瓜 西瓜这种水果在我印象中应该出现在夏天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品种的原因 伊拉克的西瓜貌似越冷越好吃 重吗这个 有点重 这个品种的西瓜真的是非常重 同样大小至少要比翠绿色的那种重50%出来 一个人拎着都费劲 7公斤 好 谢谢大家 西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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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多重啊 这个 7200元 30块钱 30多一点 破这个西瓜的时候 我发现它的皮很薄 而且里面的籽还少 口感呢就更不用说了 米一般的甜度啊 兄弟们 看一下这边西瓜 哇塞 它这边 这边吃东西 这边是冬天哦 冬天哦 还穿的棉袄 可以吃西瓜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西瓜的品种是不一样的 我看怎么回事 我早知道 这个伊拉克的西瓜那么甜 我早就买了 对吧 一天一个 一天一个哦 从夏天放在地窖里面冻到冬天的 但是也不会这样啊 这个西瓜看得很新鲜啊 对 我觉得应该不是冻的 它的品种那么甜我觉得 对 我觉得应该 西瓜是热带水果啊 对 我当时在伊朗吃的时候 那个师母跟我说的 你从夏天买了 然后冻在那边 做到冬天那都烂了 放在地窖里面 我觉得 这甜度是真的有啊 嗯 有到酒的感觉啊 到现在我都不太明白 为啥这伊拉克的西瓜 这大冷天这么好吃 你要说大棚吧 我觉得以他们的状况 搭个雨棚都费劲 那你要说冻货吧 这压根也不像啊 得 不知道咋解释了 世界未解之谜之伊拉克西瓜啊